我们是被非法监禁迫害的一个家族的一家人 那个西越家族呢可能也是类似被非法监禁迫害的一家人 我们没什么文化 但是根据美国警方的号码911 和中国消防局的119 以及消防员的特点呢 它都在于实时性 及时性 人命关天 从你中国共产党2008年巨动行凶 谋杀谋害我们以来 我再次问你 中国共产党 你不是党能当一线吗 你中国共产党 还有你台湾的国民党民进党 你真的不知道我们两家人是什么情况吗 你和美国或俄国或其他什么国家 你绑架结束了多长时间 你就非法在公开行凶的情况下 已经绑架结束残害我们8年了 至今我们无法走上国际法庭 我们手无寸体 你聚众行凶手持凶器 我们无法走上国际法庭 你还要拖延时间 拖延多长时间 我们早就指控你是慢性谋杀 绑架结束人质 假论是毛红尸体是不是放在广场上 是你犯罪你出问题吧 那你绑架结束我 你想害谁 你自己的行为和罪行 你为什么自己不承担 你想嫁祸给谁 为什么我们无法走上国际法庭 你想赖在谁身上 国家法律民门规定的 你为什么不执行 我们为什么走不上国际法庭 你还要拖延多长时间 你所有的一切 就是玩花活拖延时间杀人密口 尽人皆知的 至少按照美国的911 和中国的消防区的妖精 都在于实时性吧 你拖延时间不就要杀人密口吗 你烧起你的谎言和花言巧语 如果你不立即失望人质 长时间的扣押绑架结束 在罪行曝光之下 追上了杀人密口 还拖延时间酷刑脱胎 持续行动犯罪 使我们无法走上国际法庭 无法见到阳光的司法 都站到这个世界面前 公开公正 公明正大生存 维护正当的权益 持续被你中国共产党 及其孙中立一会儿绑架结实 以及被你周围这些犯罪的 恐怖主义分子 长时间的绑架结实 你这是什么罪行 你是不是反人赖 你是不是知法犯法 你没犯罪 怎么那身毛动尸里 为什么躺在空上上 你想找谁 你为什么不站出来承担 你自己应该承反责 我们为什么不法 关闭正大了 走上关门了 你分不 india 叫人 你在戴什么 你 字幕 李宗盛